他异性朋友特别多 让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们就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是他太小题大做了 我们本来就是异地恋 我管着他也是为了他好 是他不领情 他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 明明就是他的不对 最后还都怪到我的头上 我只是想让他多关心我一下 难道我错了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V21岁 男嘉宾小V21岁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个怎么个异地法呀 你在哪儿啊 我现在是在苏州工作 我在内蒙上学 你们怎么认识他 怎么谈的恋爱 我们通过同学认识 我的高中同学跟他是大学同学 认识了一年多左右吧 17年年底我们就认识他 就在一起了 然后在一起一年多了 但是现在就是他要跟我分手 为啥要分手啊 因为就是他对我的喜欢 已经不仅仅是喜欢了 变成了就是战友 甚至是监视你知道吗 那么远还能监视啊 就是每天要求我两个小时 和他打一次视频啊 打一次语音啊 有时候忘了他就会疑神疑鬼 各种质疑我 哦 两个小时打一次啊 这个他有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到 我这么做原因就是因为 他有的时候他会撒谎骗我 所以我不是那么太信任他 他说你骗他 骗是指什么呀 就是我有时候 会和朋友一起出去聚会 然后没有告诉他 然后他就认为说 你又不去玩了 你不和我说 你就是在骗我 对 那你为啥不告诉他呢 我如果告诉他的话 他会和我吵架 然后问个点调你知道吗 包括甚至是这个桌上 有几道菜 什么菜都要和他这种说 啊 嫌烦了 对 我还不不说 就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快考试了 我要在宿舍里做一下自习 然后复习考试 嗯 但是微信有个击步功能 那个不书榜上 他走了四千多步 当时我就问他 你就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就在宿舍里待着 但是他的社友我也都认识 后来我就说他去哪了 他说他不带宿舍了 他跟他的一个异性朋友出去了 又吃饭又看电影的 吃饭了 吃了 看电影了 看了 大家的方方承认 那你就是骗人家呀 就是因为我在之前 帮了朋友一个大忙 然后朋友请吃饭 看电影表示感谢 男朋友女朋友 异性 对啊 本来他就很介意这件事 你还 是吧 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他 然后告诉了他 他就会更加和我生气 吵架 我觉得 我是怕他和我吵架 他不告诉我 我才会去这样监视的 如果他大大方对吧 有什么事说什么 或者你就干脆不要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 有那么多异性朋友呢 他就现在对他的异性朋友 就特别的好 他们学校有篮球比赛 有几个男生去打篮球了 他是又送水又送冷眼 还要去给人送毛鸡 就对他们特别好 这你咋知道的 他自己都发朋友圈了都 我班男同学去打篮球比赛 我作为啦啦队的 又不是就给一个人买了 我给整个篮球队都卖了 不是你 而且发朋友圈 给他们加油助威 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是你给他们买了 我也打篮球啊 你怎么不给我买呀 你怎么不照顾照顾我呀 我上课呢 我能逃课去看你篮球比赛吗 你们学校还离我们学校那么远 还有就不说这个了 你那些异性朋友生个病啊 你都要对吧 给他们没事关心关心 他们女朋友干嘛吃的呀 啥意思啊 谁生病谁关心 就是他有一堆异性朋友 就可能他的异性朋友 是生病了 他也要虚寒问暖的 你怎么样了 又不用我去照顾你啊 一些的话 这事你咋知道 我们两个就是 我能登他微信号 我的手机号绑着他的微信号 哦 所以就是他的微信 对你来说是透明的是吧 对我可以登上去 有的时候我能看见聊天内容 他的异性朋友太多了 我就感觉他总有事情在瞒着我 这干嘛别的男生生病 你照顾啥 拉拉队我可以理解啊 没有没有 上次就是我也生病了 我想吃栗子 我就去买栗子了 然后我那个朋友 刚好也生病了 他就问我说你干嘛去呀 我说我去买栗子 我想吃栗子 他说我也想吃 我说那成了 马上回来给你分一半啊 不是我感觉这件事就很诡异 你自己都生病了 他想干什么你就 对吧你去满足他 你自己都生病 为什么不把自己照顾好 那我身边的时候 你有很认真地关心过我吗 还有你怎么去的 你怎么去找他 对吧你后来跟我说 你坐公交车去的 你坐公交车都愿意过去 我身边的时候 你关心过我吗 他们是对你有多重要吗 你就和我说 你多喝热水 我们是异地 我能怎么说 我只能让你多喝热水 多吃药啊 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啊 你连问我有没有药都不知道 就说你多喝热水 行 以后我发现那个 外卖那个跑腿功能有用了 就如果你异地不在身边的话 叫个跑腿送药吧 本来喝水这件事挺好的一个 好像现在女生就觉得 只要说喝水 就很敷衍 就生存就有问题了 就敷衍了是吧 那也不至于咱买了栗子 坐公交车从栗子去啊 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学校 其实离得并不是很远 然后我就去给他送了 一人一半 他也生着病 他也生着病 你是在说 你觉得你们两个 就挺有缘是吗 都同名相连的 还多养吃力的 你想多了 想多了 这跟同名相连没啥 就行吧 反正还有别的吗 还在这个微信里发现啥了 他经常就是很多异性朋友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他晚上睡着了 我也趁他睡着了 我就偷偷蹬一下 我蹬的时候 就很多异性就问我 你在吗 你睡了吗 就消息发到我这儿来了 我看了很生气的 后来我偷偷地删了几个 我删一个他就会找我麻烦 你怎么把他删了 他那么怪 他跟异性看电影 然后拉拉队 然后吃的 都是一个人吗 还是有好多人 有好多人 我只能记着几个 因为他异性朋友太多了 所以你现在什么事都管着他 是吧 对 我现在就想管着他 或者我可以不管着他 他来我身边找我 或者是把异性朋友 该断掉的就断掉 他不说微信的事还好 一说我就更来气 你知道吗 一开始只是一两天 等你一次微信 到后来天天等 然后时不时就删除我朋友 我和我朋友有事找 我和我朋友互相有事的时候 都找不到对方 有时候都是我朋友 打过来电话说 你怎么把我删了呀 我说我没删呀 我都不知道 到后来你知道吗 一天顶一百次微信的那种 一分钟顶次 一分钟顶次 一天一百次 我能顶过来吗 对吧 那上次我和朋友商量聚会 你干嘛了 顶得我微信都卸载了 最后你还是觉得 就是我在瞒着你 我有事了 不是 你能是商量聚会吗 对吧 你们那么多男的 就那么几个女的 你们出去干嘛 那朋友过生日 他让我帮他选饭店 啥子 他们怎么天天过生日啊 你要有365个朋友 你天天生日过不完了是吗 那我朋友就是很多呀 你朋友多 就不能断掉几个吗 他是你男朋友 我是你男朋友 你怎么天天照顾他们呀 我觉得你现在 就是作为我的男朋友 你就是不感到满足 你知道吧 我不是不感到满足 就不能改一改吗 你们这生日聚会干嘛了呀 那么大意见 就是朋友让我帮忙 参谋参谋饭店 因为三十多号人 让我学学饭店 看看哪个店比较好 好吃呀什么之类 男朋友女朋友 都有 那为什么都找您呢 就我突然发现 你是你们那个社群里面 不可缺少的一员 对吧 生病也有你 啦啦队也有你 过生日也有你 相对来说就是 主心谷有时候 也可以这样说 他们对象之间吵架了 过来找我调解 我帮他们调解 有什么困难过来找我 我都会很尽力地去帮忙 在他们看来我就是特别仗义的一个人 基本都把我当兄弟处 根本没有他说的那种 朋友就朋友 我想让他把这些异性朋友 你该清楚就清楚 或者你就在我旁边 你肯定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 我能看住你 不是他现在不是读书呢 怎么到你旁边 因为他马上已经快毕业了 已经是最后一年 我想就我忍过这一年 一年之后你过来找我 但是他还是不同意 人家想跟你分手 当然不同意了 我现在就是说 你可以跟他们断绝联系 我既往不揪 我可以以前的事不追究 你既往 他现在你知道吗 什么事都要管着我 你都不能出去啊 星期六日有时候打视频 只要我不在宿舍 他就疑神疑鬼又质疑我 又说你是不是又跟谁谁谁出去了呀 那谁还没点私生活了 我不是干预你的私生活 你的私生活也太乱了吧 健个身都要加个男健身教练 对吧 那我健身加男教练 是因为那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一个男健身教练 他加你干嘛呀 那我就是想 加上问一下办卡的事 还没得问呢 他已经半人山了 我感觉那大街上那么多 游泳健身的 那不去找 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呀 还有一般男教练 他对女孩一般都喜欢干什么事 对对对对对对吧 哎呀想象力太丰富了兄弟 姑娘问一句话 你们俩这样 你能忍得住他吗 风过手吗 他一开始没有这么严重 不是分过手吗 分过 而且你知道吗 分手那次 他还把他前女友加回来了 分手以后 他前女友来加我微信 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 后来和好以后 我就看他微信里也有那个人 我说我也有 哎我就问他谁了 他一开始不说 后来他说那是他前女友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前女友 在我俩找的时候 从来没有出现过 分手以后 我各种给他朋友圈点赞评论 聊天 你也没闲着呀 我们当时是分手了 而且我加我前女友 就点赞只评论了一下 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也没像你天天跟异性朋友 天天这个过生日 这个聚会的 为什么你们俩分手 你又加了前女友呢 我确实是当时我就想气气她 气她 我觉得你很幼稚 你们分手了还气啥呀 我当时是分手了 当时我觉得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了 后来为啥和好的呢 朋友劝的 哪个朋友劝的 好多朋友 就包括他的发小 我们共同的朋友 都来劝我们 说你们俩毕竟这么长时间了 不容易啊 相互理解嘛 都是异地 然后我想了想 可能也有我的错在内吧 我就去找他 和他和好 你去找他提出的和好 因为当时我真心觉得就是 我在他的角度 我可以考虑到他感受 可以啊 小伙子 但是现在时间长了 我感觉有越来越多的事情瞒着我 就是不诚实 我给他发消息 有的时候也是 嗯 行 有的时候就 他又不诚实 人家又跟你说分手 你放了人家行不行啊 我不是不放的 这么长时间了 我希望他负点责任啊 要对你负责是吧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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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姑娘你得对人家负责 我不是不告诉他 你知道吧 有时候是他真的太过了 杀我好友也就算了 不让我和这个朋友 那个朋友来往也就算了 他现在就是要控制我 甚至管到了我吃饭 该吃点啥 不要吃点啥这种的 吃饭和不吃什么 这个是你的选择 我只是建议一下 对吧 这个我没有错了 咋管吃饭啊 那么远 他每天都会 是两小时打一次视频 中午十二点 刚好下课 还没等我去买饭呢 视频电话就过来了 啊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我说我还没想好 你是不是又想吃米线啊 啥啥啥啥 我告诉你啊 吃一锅米线能于吃三个塑料袋 你可不要去买啊 我有的时候就是闲着不聊 我只是找个话题 我只是看有些段子上 你咋那么闲呢 你没事 你不需要吃饭啊 我也需要吃饭 我就想起来他呀 哎呀 太紧张了这兄弟 那他除了管你管的言 他有什么优点吗 好像目前我已经说不出来了 他除了管你管的言 没有优点之外 他有别的什么缺点吗 他给不了我信任 一点点都不给现在 就比较大男子主义啊 我们俩吵架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特别和你讲理 讲到你 嗯 对不起我错了 这种 他就行了 如果不这样不行啊 嗯 你是铁心要分吧 分 铁心不分是吧 我不想跟他分 我希望这一年多 对吧 他负个责 对你负责是吧 不是 对这段感情负责 也不只是对我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呀 不是 他 你 姑娘你觉得你在跟这个 男同学的交往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越界 没有的地方 没有 分寸没把握好的地方 没有 做的都不错 嗯 那些男生有喜欢你的吗 有 我拒绝他们 他们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已经很明确的拒绝过了 你拒绝他 你干脆删了他呀 你为什么还要留着呀 再表白一次吗 那在我看来 朋友是朋友 男朋友是男朋友 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他的区别在哪儿啊 男朋友是自己家人 朋友就是朋友 就自己家人 男朋友不是也是从朋友变起来的吗 你这样 真的 行 说得好 兄弟 我已经没法和他交流沟通了 行 行 我觉得这认识三年多了很不容易 行 行 你三年多 好好好 你们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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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哎 小月 你累吗 我挺累的 累吧 干嘛 你自己给自己找累瘦呢 不是找累瘦 我真的很重视这段感情的 哎 你说你把他 放在你身边 你看住他 管着他 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吗 也不是 我感觉那样他会改过来 改 对 就算如果他现在说提出分手 他跟我分了 他跟下一任找了 他还是这样 他还会分的 他还会受到伤害 你管人家跟下一任分不分 人家说定下一任就不这样了 你知道吗 你如果要用看住他 和拴住他 要改变他 让他改的这种心 去跟他相处 去交往的话 你一辈子都改不了他 你们现在这段感情 已经是非常畸形的一段恋爱了 如果一段感情当中 信任已经为零 甚至复数的时候 这感情谈的是什么呀 你在看一个犯人哪 有意义吗 这还有爱吗 我觉得感情 他现在可能跟我感情 不是像以前那么好 我觉得但是后来可以培养 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有意义哈 那你就坚持几件 但最后折磨的是你自己 你会越来越疲惫 其实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 别说人家下一任男朋友了 你对你下一任女朋友负责任吧 谢谢 然后接下来说女生 你知道他成今天这样啊 50%也有你的原因 他让你给他发视频 或者发照片 汇报你的行踪 你就汇报啊 你就告诉他呀 所以他就一次一次的 登你的微信 删你的好友 最后做到很多极端的事情 如果你不去迎合他 他登一次你的微信 你直接把微信号换了 你凭什么登我的微信啊 他敢删你里面的朋友吗 我也是想让他放心一下就是 你有什么必须要让他放心呢 放心是他自己放心 是对你放心 不是你让他放心 你想让另外一个人对你放心 只有他自己主动放心 那心才能真的放下来 你通过一些事情 去证明让他放心 你无疑就是向他默许了 好 我为你改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呀 就一个人给了你一把枷锁 你还去迎合他 你再给我祭祀点吧 对吧 如果要是不想在一起的话 受不了这种情况 就马上分开 不要犹豫 好吗 好 好 谢谢 你们两个对这段感情 都缺乏两个份 尊重 男生很明显吧 你删人家的好友 骨子里你就对这个女人觉得极大的不信任 你觉得她跟周围所有的这些异性的交往都是不正当的 她就应该被我管 这就是不尊重啊 而这个女孩呢 你也不够尊重你男朋友 你明知道她心眼小 你没属异地 她对你觉得是很无力的一种管束 你做到什么呀 你有没有尊重她的想法呢 你还是那么广交异性朋友 在自己生病的时候还要去给别人去分享 换成正常的男朋友心里都会不甘 仿佛和那些异性的交往比她的感受更重要 你心里也没有她 你也不够尊重她 两个不互相尊重的所谓的恋人能够走在一起吗 只能是互相伤害的 所以在针对这段感情方面 你们各50%的责任 你们体会到什么叫爱 再去谈这场恋爱了 对不对 我问男生一个问题 你爱他吗 我爱他 你希望他快乐吗 希望他快乐 你觉得他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很热热闹闹的朋友 男生女生一起的聚会 彼此的关心 他会快乐吗 我觉得可能不会快乐 答案很简单啊 爱一个人就是让他快乐 爱一个人就是让他去成为他自己认为最好的样子 我这个话没错吧 没错 所以我看今天女生的样子 她很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啊 她愿意付出温暖 去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她就是这样一个爱张罗 爱热闹 爱组织 爱付出的人 你为什么不让他做一个快乐的人 所以你爱他吗 你不好意思说爱了呀 你说我爱他让他快乐 明明知道他不快乐 你怎么好意思说你爱他呀 所以你不管你心中多么认可你是爱他的 你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你爱的方式让人没办法爱你 你明白吗 这就是珊娜老师说的 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 她怎么会选择一个让自己不快乐的人去相爱 所以这是你要考虑的 而女生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们在恋爱中真的要真诚 你在最开始和他相处的时候 默认了他的恋爱方式 其实你那个时候就知道 你做不到 你为什么不真诚的告诉他 很多恋爱的模式 从一开始建立了 后边是很难更改的 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你的所有空间要开放给我 你的所有朋友要让我知道 如果你不能接受 一开始就请真诚的告诉他 包括今天也一样 如果你真的决定和他分开 那要真诚的告诉他 最后我想说的是 所有的爱情都需要空间 如果一对恋人 把所有的空间都填的满满 当当的在一起 真的会出问题 因为无论我们再相爱 我们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如果放弃了独立 这点爱情就会索然无味 希望你们都能成长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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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感情首先我得向你道歉 也是我管得太多 也确实打扰到了你的生活 首先我得道歉 但是希望以后的日子里 各位老师和嘉宾说的话能听进去一些 如果我真的累了就放手吧 让彼此过得更好一些 嘉宾老师的话我会听进去的 我会管好我自己 给自己留一些时间 让自己沉浸下来 然后我也希望你日后能过得 更加好 更加快乐 我希望你能多一些自信 多一些阳光 谢谢 厚 栗子啊 从男同学那儿又运回来了 这栗子是啥意思啊 他不是说我就给男同学送 不给他送吗 那现在我也给你送 作为朋友送给你 这就完了 作为朋友送给你了 那什么呀 眼镜 眼镜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送的我第一个礼物 就是一副眼镜 我希望他能回到我身边 能想起来 我们第一次出来的场景 行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请开门 祝他们幸福吧